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那魔的本事比那道高大多了 这是不能通过一个神通来界定 一个修行者的真正的果地是否就是正道 那么怎么样去鉴别一个修行者 是正道 实际上就是看这个人发没发菩提心 他是为自己的名门力养展现神通 还是为了普度众生 而自然地拥有了神通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这是正道跟歪门邪道 旁门左道 魔道的一个差别点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去验证一个老师 或者一个团体 或者是一个组织 他们是否在传证道 那就看菩提心是否真的发起了 这个发菩提心 这个有怨菩提心 行菩提心 所以不是光有怨就行 他还要真正的能把菩提心行出来 那么行菩提心里面 到上面是圣意菩提心 他要有空性 空性他就是没有我 没有我不是没有这个人 而是连他所在的机构都没有我 不能说我不为我个人 我为这个团体 我为这个寺院 我为这个组织 那这个也不行 那这个还是由我 只是把一个小的私我 变成了一个大的私我 所以很多的机构呢 他很在乎他自己的这个机构怎么样 那实际上这个就违背了圣意菩提心 也就是说这个机构 他是没有菩提心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各个宗教 都是山头林立 各自丰盛 然后以自己的那个教派 以自己的那个团体 为一个大的私我 那像这种机构 他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这个菩提心 就背离了圣意菩提心 所以说我们到底怎么去检验 谁还在传证法 就是用这个 比方说是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机构 他这个拿着全天下的这个信众的钱 再去做布施 别人都把功劳当成 变成他这个群体的功劳 实际上忘了 那个钱他是一分钱他自己没有了 他是用着信众的钱在做善事 但是他在做善事的时候 你去申请赞助的时候 首先你必须是曾经捐款给他的人 你就是你曾经他的花名册里有你的名字 你捐过款给他 他才能帮助你 那这个就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就是菩提心何在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所有的众生 即便他不是人都要帮 那不是人 那动物怎么捐钱给你啊 你难道是说动物也来查山化名字 你没帮我 所以是你来申请救助我不能帮你 这就违背了菩提心 所以从这个有五菩提心就分出一个正邪 有五圣意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就分出一个 是否是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佛法是人我法我 人有我法有我 说我的法最高 我这个团体是最厉害的 那这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违背圣意菩提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